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智兰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NBA场规赛继续进行 勇士主场迎战森林郎 勇士开局六胜五负 最近遭遇一波三连败 首发竞销率只已经跌到联盟倒数 特别是维基斯和克莱同时在场时 勇士百回合数十六分 这个数字非常夸张 乌罗偏锋连夜雨 和森林郎赛前 文区媒体确认 库里因为膝盖酸痛休战 按照名记者拉尼亚报道 库里的右膝盖扭伤 预计不会缺席太久 球队会在未来几天进行伤情评估 在接受完和磁共振检查后 库里也现身球员通道 怒吼给全队加油 森林郎开局七胜二负 防守效率直高局联盟第一 这支球队已经成为联盟最大黑马 先翻绝筋 逆转击败凯尔特人 他们的双塔阵容 搭配顶级封线迈克丹尼尔斯 以及成长为超级的爱德华兹 攻防稳定 没有短板 TBC还有离凯尔发动机加里德强力中节点支撑 森林郎摆出的首发阵容为 康里加爱德华兹加迈克丹尼尔斯加 唐斯加哥贝尔 勇士首发为 保罗加克莱加韦金斯加格林加萨里奇 不曾想第一截两队还没得分 就爆发大规模冲突 汤普森在保护后场篮板的过程中 有一个支援挡住迈克丹尼尔斯的动作 在攻防转换的过程中 这一动作变成了顺带扯了后者领口的一个小动作 没想到这一车直接点燃了迈克丹尼尔斯的火药头 双方的小摩擦升级为暴力拉扯 两人从勇士后场一路旋转 拉扯到了中场 简状 双方球员全部第一时间围笼上来 气氛顿时键板弩张 戈贝尔更是一马当先 戈贝尔从后面过去 用胳膊肘锁住了克莱 准备拉架 格林以为戈贝尔要锁住克莱 于是反应极快 马上冲上间锯锁住了戈贝尔的头 替克莱出头 直接原地暴起上演了一个极其标准的UFC短头台动作 双手紧紧锁住了法国大扎的喉咙 而戈贝尔则是一脸无辜地高高举起双手投降 表示自己并没有任何恶意 但是追梦根本就不管不顾 杀疯了 不夸张地说 就追梦这一动作 但凡让他再锁20秒钟 恐怕戈贝尔就要原地暴毙了 而戈贝尔来劝加拉人 追梦直接杀入所后戈贝尔 戈贝尔一脸问号 唐斯也冲过来让追梦松手 并使主教练史蒂夫克尔和教练组赶紧过来想要分开两人 最后 追梦格林终于松开了戈贝尔的脖子 库里的保镖赶紧上前让他冷静 这边戈贝尔也被拉向了另一边 还冲着格林的方向指了指 这边 保罗上前拍了拍克莱的肩膀 问他怎么了 克莱笑了笑 随后 戈贝尔在场边接受了对一的检查脖子 事已至此自然是覆水难收 当时裁判哨声一响 克莱 追梦 麦克丹尼尔斯三人全部被驱逐出场 绿老师更是被判以二级恶意犯规 接下来的罚款和竞赛套餐指定是逃不了了 说来也是搞笑 库里不在 追梦和克莱这铁三角剩下的两位大咖 原本要肩负带队取生的重任的 结果确实首发了 又好像没有首发 打了两分钟就大咖下班 轮到科尔傻眼了 如果克莱和麦克丹尼尔斯的冲突还情有可原 汤声的球衣领口都被扯烂了 两人有点脾气正常 那追梦的举动就很耐人寻味了 摆明了就是不想打 库里打不了 他也不想打了 找了个由头直接名正言顺缺席 以他曾经单独带队战绩不佳就直接摆烂了前科 还真有可能做这事 而在这样的事件中 最受伤的恐怕就是戈贝尔了 原本想做个合适老 没想到遭此大劫 现场的挥放中可以清晰看到他被锁吼时的表情 那是真的怀疑人生了 往事的一幕幕都浮现在眼前 差一点就要和这个世界告别了 真是让人心有余悸 经过这一冲突 两队都有些心不在焉 戈贝尔连续罚球 萨里奇和保罗下起三分语 波杰姆斯基抛头打尽 爱德华兹和里德连续追分 中断维基斯和波杰姆斯基内外开花 森林郎在里德和唐斯带领下很快抹平分差 接末勇士打出小高潮 隆尼中投 约瑟夫和配队下起三分语 爱德华兹三分直选 第一届勇士30比22领先森林郎 第二届回来 戈贝尔一抢三不拦得手 唐斯轰进大空位三分 随后点命单吃 库明加完成二加一 离开尔助攻唐斯再中三分 地波流打听勇士 暂停回来 离开尔利用抛头和空切抱扣继续上分 伯杰姆斯基和保罗内突外投 康利回应三分球 后半段萨里奇连续强攻造杀伤 保罗也命中三分球 萨里奇迎着戈贝尔完成二加一 康利和韦金斯对标三分 半场结束时 勇士56比54领先森林郎 下半场开打 韦金斯均选爱德华兹 爱德华兹立刻回应三分 伯杰姆斯继连续单打砍下五分 戈贝尔空间 保罗中投回应 中端萨里奇内突外投 带队拉开12分分叉 但森林郎替补效率很高 米尔顿强硬上篮二加一 离得轰进三分球 离开尔奇马射击命中 唐斯两发全中 杰莫库明家终于依靠单只唐斯止血 米尔顿和波杰姆斯基对标三分球 三杰打完 勇士83比76领先森林郎 波杰姆斯基独自撑起了勇士的进攻 三杰轰下20分 再上精胜14分 森林郎有些难以招架 第四杰决战 康利转换命中场两分 韦金斯连续打铁背貌 还因为午饭被换下场 随后唐斯迎着卢宁轰计三分球 佩顿好不容易赏篮止血 唐斯再中三分反超 中断萨里奇遭杀伤 波克空切之比 爱德华兹轰进三分 保罗连追五分 决胜时刻 唐斯大好场两分 波杰姆斯基强硬二加一回应 爱德华兹反击再度打听勇士 最后两分钟 萨里奇三分反超比分 唐斯再度回应三分 萨里奇的三分被戈贝尔大帽扇飞 康利三分球几乎杀死比赛悬念 最终勇士主场101比104不敌森林郎 森林郎轰下棋连胜 勇士遭遇四连败 库里休战 格林就没心思打比赛 选择自爆 克莱也不理智 这只勇士可以凭借波杰姆斯基 在前三节咬住比分 可是打到关键时刻 真没人得分 不能指望老麦的保罗 勇士这波四连败 维金斯 格林包括克莱 都应该承担责任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 这是格林最近三场比赛第二次被驱逐 此次冲突爆发后 大量的球员一致认为 格林是故意为之 尤其是双方社交媒体大打口水战 NBA记者凯文 O'Connor发退 德雷蒙德格林应该被禁赛 NBA应该对这种动作处罚 这不是什么扣篮后的庆祝嘲讽 肯德里克 帕金斯也发退 德雷蒙德格林真要把哥贝尔勒死啊 记者Landon Thomas发退 鲁迪 哥贝尔想分开客雷汤普森 和杰登迈克丹尼尔斯 德雷蒙德格林立即对哥贝尔所猴 而且不可放手 格林曾和哥贝尔是多年最佳防守球员竞争对手 此前格林多次公开贬低哥贝尔的防守和两亿合同 对于格林和哥贝尔的恩怨 实际上最为受到关注大概率 就是勇士当时爆发的拳击事件了 格林在训练当中给了普尔一拳引发外界的热议 其中 格贝尔在社媒体点评说到 强烈的不安全感 而格贝尔和离凯尔爆发冲突的时间段 格林同样是隔空回应了 格贝尔一模一样的社交媒体 其中还包括全明星投票和最佳防守球员等争议言论 格贝尔 Dreamer的言论对我来说是早音 他要大平台却只用来取观众 Dreamer 投票的人爱看统计表 格贝尔拿三次DPOI是因为他的封盖数据 谁没进圈明星的反应最难过 Dreamer表示 格贝尔 我要没进肯定不会哭 所以说此次的冲突 格林第一目标就锁定格贝尔 更像是双方已经积怨已久 此次给格林普抓到一个机会 直接在比赛场上做出回应了 单从勇士和森林郎的冲突而言 格贝尔毫无疑问是最受伤的球员 他过去劝架反而是被格林针对 与麦克丹尼尔斯和克莱完全不一样的 而追梦上场时期是否正能给到勇士太多正面的引导价值 相信很多球迷都产生了怀疑 特别是库里缺阵的情况下 勇士对综合实力已经受到很大影响 此次格林和莱克同时被拒 一下少了三名大将 勇士对综合实力直线下滑 当然酷追康铁三角全不在 本场比赛的重任一下都落到了保罗和萨里奇 这对原本替补西上的玄冰二老 但仅靠他俩想要和强大的森林郎周旋可不现实 这就需要有人能站出来 而肆意挺身而出的这个人 正是勇士今年选择的19号秀波杰姆斯基 年仅20岁的波杰姆斯基 在本三季前11场比赛中 并没有得到太多的上场机会 而他选秀报告上被这重点出的外线投射能力 也没能得到展示 但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当球队老大们纷纷无法上场 当除了保罗之外 赫尔需要另一个能处理球 把全队串联到一起的稳定持球点时 波杰姆斯基万如浩月当空一般 点燃了整个大通中心 他的表现比莫迪 库明家都更耀眼 全场比赛贡献23分期篮板4主攻 帮助勇士和森林郎缠斗到了最后一刻 到了决胜时刻 森林郎主教练分期 也是正式的认真审视这位20岁的年轻后卫 让爱德华兹亲自领防波杰姆斯基 并且时刻安排另一名球员 由于在四周对他进行围追堵截 这可是之前库里所享受的待遇 而自家主帅科尔 也是选择无条件信任波杰姆斯基 当康明命中制守3分 在比赛结束前8秒把分差拉开到4分时 科尔的战术安排没有论资排倍 而是选择给波杰姆斯基化了战术 虽然没能命中 但看得出小伙子已经深受主帅信任了 凭借这场比赛 波杰姆斯基也是成为季库里之后 本赛季第二位单场比赛 得分突破20分大关的球员 在他之后 萨里奇也命中3分 成为第三位 对于勇士来说 这些都算是意外之喜吧 当汤神手感逐渐回落 当维基斯迟迟找不到比赛感觉 他们需要像波杰姆斯基 萨里奇这样的球员挺身而出 在得分单位库里分担压力 扛其大棋 虽然勇士最终没能赢下 季中赛出现了希望渺茫 但通过这场比赛 相信教练组会重新 审视波杰姆斯基的能力 当决胜时刻犬牙交错的时候 波杰姆斯基顶住压力 打成了一个2加1 轻头给到场边 身穿便服督战的库里 只见萌身满脸笑意的鼓掌 可见他也对波杰姆斯基 无比认可 输球固然可惜 但勇士也有自己的收获 常规赛很漫长 或许 等库里回归之后 他能得到可靠的左膀右臂 加油吧 波杰姆斯基 波杰姆斯基